四銀大雞排啊 四銀大香腸啊 都會被這樣講 誰都給到大香腸 不是 四銀大雞排 對不起 我小時候其實沒有機會 接觸這個藝術這一塊 但是你現在卻整個人就身陷其中 無論是音樂的藝術也好 甚至是演戲戲劇的藝術也好 那你要怎麼去摸索這些東西啊 國三快要升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次開始接觸吉他這個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很好奇 就是好 我全校裡面有多少人彈吉他 我想說同好來交流一下 我記得我全校只有三個人彈吉他 好 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全校總共的人數是多少 我們國中不是國一國一國三嗎 我們學校的時候有五千多人 那時候比較沒有機會 可是後來到了大學 然後到台北念書 然後因為我們學校有一個 文學必須要修的就是西方的戲劇 對 是從那個時候那個教授開始 對 然後我才發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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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東西怎麼這麼好玩 然後這 哇 真的喔 對 這個真的是 沙子比亞啟發了你對不對 應該說那個 應該是說那一拍的劇場 對 對 那時候你除了讀書之外 然後那堂課老師還會要求你 實際去演藝一些段子 感覺很像開了另外一扇窗的感覺 對 其實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可是無論是你過去的 像這種英國文學的劇作 或者是你以前演的偶像劇也好 其實都跟這一次的做工的人 差很多 嗯 這一次做工的人 你甚至跟你聊天之後 我覺得你應該是 私底下可能會去吃檳榔的人 沒有 對 可是 沒有啦 對 然後而且是一直在那邊標台 哇 你怎麼做這樣 趕這麼瘦了啦 我破壞了 老衰小啦 哇 所以你為了這個角色 你又要怎麼樣揣摩他 然後你有花哪一些心血呢 因為我爸爸自己以前也是公投 怪不得 所以你很能夠 可是因為也是很很很很很 很久以前 對 我只有印象我小時候 我是會是去工地玩的 然後穿梭在那些阿伯之間 就是 是 我是有這個經驗的 可是沒有太 因為實在太小了 所以那邊 我只是工地的場景 對我來說並不是完全盯 你有去試鏡什麼的嗎 對 所以你是爭取這個角色而來 還是他們本來說是一定是你 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 他們說還是有其他考量的人選 只是因為 有跟分島聊過幾次 然後 那個時候分島其實 並沒有跟我講說 確定是我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 因為我讀過原著 我自己對這個IP是很有感覺 然後很習慣的 然後所以當然可以希望 他們如果以 正合的方式才不會 都會很開心 對 然後試完進去之後 分島也沒有跟我講什麼 那可能 當時他們有其他考量 選過是其他考量 可是他就是那種 冷冷的 然後他也不會 他就淺淺笑這樣 然後一直不跟我講 所以就把我搞很緊張 然後是後來 他才跟我講說 其實是我的時候 我才鬆一口氣這樣 對 那然後 就像我原本自己設定的 阿群是一個比較 沒有那麼屁 就是他比較在更成熟一點 那其實 我後來覺得 這也是我自己的 刻板的相關誤會 那誰要你把它改成 比較屁的 沒有 我是大家 因為我自己去工地看 然後 但特別我會注意比較年輕的人 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所以他們應該也要 覺得自己很辛苦 愁眉苦戀 然後就是 怨氣很深 怨氣 對 可是 我去現場看的時候 我去了一二三 這四個工地 對 然後看 我發現其實並沒有 他們很辛苦 他們工作很辛苦 可是當他們午休的時候 他們放飯的時候 他們出來的時候 就還是彼此 喜喜小笑的 很樂天這樣 當下其實自己覺得 自己很羞愧 就是天啊 原來我自己也有 對他們這樣的刻板影響 然後是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我才把阿群的調性拉得 年輕一點 屁一點 說實在 其實做工的人裡面 跟一些觀眾聊天 我發現大家其實最認同 最有感的 真的就是阿群這個角色 因為就是阿群的角色 其實不一定是做工的人 才有這樣子的心情 跟近遭遇 你自己有相關的經驗 或者是一些心情 真的沒有耶 因為我講老實話 只要是阿群做的 真的是我東東都不會做 對 所以阿群這個角色 其實跟你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超級離皮 不認同他追女神的方式 真的喔 為什麼 換包包 嗯 之後我就會存錢買下 蛤 剩下到美國幾年 多少錢 哥哥買給你啦 像我你買會去啦 現在在5萬塊 5萬塊就懶散了啊 真的你在吵什麼 你的冰糖都買不起 拿來全買包 等一下阿群不是 追女生就是直接去冰糖攤 然後要討好她啊 對啊 然後講一些就是 自己有幽默的話啊 然後去逗她開心 蛤 這真的又是打破我的印象 如果妳問我的話 我是 我當然會覺得 現在如果說要發展關係 不管是交朋友然後變成好朋友 或是要走路男女關係或什麼的 你會怎麼做 就是一直聊天啊 其實很簡單 就是多嘗試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了解對方也了解 藉由這樣的過程了解 可是阿群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沒有啊 阿群比較是單向的 阿群就是要你 讓妳要覺得我很帥很幽默 對 然後跟我很 妳要的我都可以給妳 你覺得你自己浪漫嗎 不浪漫 非常不浪漫 欸這真的完全打破我對視的印象 我就覺得她應該很會撩妹才對啊 我超級 我是被人家撩耶 真的嗎 不是 因為就是 他們覺得撩我非常的好笑 我就是會很不自在啊 嘿嘿 那你第一次吃 第一顆檳榔的時候感覺如何 第一次感覺是什麼 沒什麼就是覺得 好衝喔 就是有點血壓 血壓升高的感覺 有點像低身飲料 可是它比身飲料更猛 更猛就對了 對 更猛 我那時候去實習的時候 然後教我開中機劇的師傅 他自己本身就是明朗 然後可是當我坐到那個位置上的時候 我突然間就可以理解了 為什麼 他們都會是明朗 為什麼 因為壓力真的很大 蛤 你在中機劇有很多死角 然後坐車上的人 通常是這樣 坐車上的人是看不到 所以他們通常會搭配一個 在外面指揮的人 其實他用澳洲無形電隊 對中機劇的駕駛下指令 然後中機劇操作有一點點複雜 其實要熟練 你真的有去學 對 需要一段時間 你現在還會 現在我就不知道 應該要摸一下 不過應該還是OK 可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失誤的話 只會造成兩種後果 然後這兩種後果都是我想的 一個就是損失幾百萬 對 另外一個就是損失幾條人命 士林 其實你的外號也是士林 對 下午就有的外號了 是不是被霸凌 什麼 蛤 那是被霸凌的故事 因為我又姓靴 對 很難寫啊 你看小時候要學寫字的時候 然後所以我的字 你要完全寫完 就是筆劃 然後所以好像是國中的時候 所以大家就 那不然就用寫阿拉伯書 很好 我就在這邊這樣 所以算是一種霸凌 算嗎 你還滿喜歡這個外號嗎 也沒有特別啊 因為就也沒有我自己 因為其他的外號就很遜 因為沒什麼特別好講 你還有什麼外號啊 姓靴的人就一定都會有 那種什麼靴子啊 靴豹啊 靴海啊 然後靴凱子啊 所以你都有被叫過 對 一定啊 姓靴的人都一定要被叫成外號 就是 士林就是 士林大雞排啊 士林大香腸啊 都會被這樣子叫 誰都可以當大香腸 不是 對不起 只要用信 認真都是 今天大家看到好選擇 又是另外一個士林 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很喜歡動物這個 其實是因為 你從小就是在 充滿動物的環境中長大了 因為我 大阿鼓是養豬的 然後後來還有養 養狗跟賽哥 然後我小阿鼓是 魚蚊 所以他會養魚啊 然後就是蝦啊 所以我會走在那個 魚蚊旁邊啊 然後在那邊看裡面的魚啊 什麼的 不過也沒什麼 特別了不起的 有沒有什麼趣事啊 趣事啊 就是釣到魚蚊裡面之類的 我以前很喜歡去 玩裡面的那個底下爛尾巴 我覺得是因為小時候不懂 就是 那應該 超級鼻臭 而且是全身都會很臭 而且會流好幾天的那種臭 可是因為很喜歡啊 我就會覺得 我把它挖起來 下面還是濕的 超好玩的 你把它挖在那邊滾 謝謝士林 謝謝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訂閱 並且按讚分享 記得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的上架通知囉